泰鲁阁国家公园具有知名度的长春池 近日豪雨过后 造成台巴县就到禅光市前的 歇辖路段封闭 为了避免塞车及交通打劫 在假日的时候 如果游客有意要进入长春池阑散 时间上还是要考量 并且注意安全 泰鲁阁国家公园 有多处的观光景点是游客来到花莲 之后必定都会前往赏景的地点 而日前的豪雨 造成了长春池 仙峡隧道路段有落实的情况发生 而目前该路段进行了道路封闭 为了避免游客旅游的时间有所延宕 在进入泰鲁阁时 还是呼吁游客能够上网查询 避开道路管制时段 我们台巴县 比较重要的管制路段 就是九区一动 因为这个厕所设置的一个改善 从1月4日到1月8日进行管制 希望游客注意相关的讯息 另外旧台巴长春池路段 日前巨石崩塌的影响 扎毁原有已经完工的一个相关的防务设施 那原先预计于12月31号解除管制 那现在这样的一个不确定因素 可能会延长这个管制时间 那至于延长多久 我们已经请这个相关的设计先刀单位 进去探勘 那确认整个一个影响的一个状况 然后尽数来办理变更 那届时确定相关的管制时间 我们用最短的时间公布于相关的官网 那由于相关的一个管制 那希望游客 注意相关路段的一个管制讯息 不要因为这个管制的时间 影响到游客们自己的行程 由于该路段的落实量预估有两顿多 施工单位目前也正在进行 落实情况的评估 还是呼吁游客在进入太鲁格国家公园 游玩的时候 能够先行上网查询路况 避免趁心而来 败心而归 记者林杰 邱灵湘采访报道